聖誕節在家開Party當然要做足準備啦 一大班朋友留在室內玩遊戲開大食會就最好不過啦 所以今次就教大家如何在家自製Party小食 既有得吃又有得玩 首先我們會做泡谷 如果不想做到到處都是泡谷 就要準備一個大一點的勇氣啦 一兩分鐘左右,泡谷就吃得啦 但要留意的是,這一部機不能加入任何調味料 其他口味的泡谷都需要後期製作 接著就到棉花糖啦 先將糖放進去 4-5分鐘之後,棉花糖就會慢慢出現 這個時候就要用竹籤向同一個方向轉 將棉花糖捲起 如果發現沒有棉花糖的時候就加糖粉 不斷重複動作,棉花糖就完成啦 這一部機的轉盤很細 做不到街外棉花糖的尺寸 只可以做到迷你版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張圓小丸子 先將小丸子粉和水混在一起 然後加入蛋兩隻 攪拌到完全混合 小丸子機預熱的速度都算快 大約1-2分鐘 預熱之後塗上少許油 將粉漿倒入小丸子機 大約七八成換 然後放入自己喜歡的食材 粉漿底部開始成形的時候 將小丸子向90度轉 再將粉漿填進去填回口 將所有材料收入小丸子 然後再將小丸子反轉 如果不想吃到未熟的小丸子 可以用竹籤插入去 看看到底還有沒有粉漿黏著 最後加入自己喜歡的醬料就完成啦 在製作小丸子的過程中 發現到有一些位置的傳熱速度比較快 小丸子不可以每一粒都光雲受熱 但亦同時發現 小丸子在未有塗上油的位置都沒有黏底 總括來說 小丸子機的表現不錯 小丸子機的表現 超丸子機的表現 小丸子機的表現 小丸子機的表現